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是九月 还不是特别冷 但是我听说 我 舌之所以 你不要再吐了 就是因为 有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在我面前困衣解怠 成何体统 现在时间啊 给了我这床被子 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 来 这样就不冷了 睡吧 我看我 我那儿 你 我那天 你看我 你看我 你我看我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凡人竟然无法用 丢了也好 免得婚水保护装上太多 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 现在才九月 你就已经冬眠了吗 太子殿下 臣已处理好了 只是臣发现 太子手腕上的伤 并非是红莲叶祸所伤 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 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 先退下吧 是 方才我跟你说肃锦的婚事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好 那我们说点正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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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水军胆小怕失 并不擅长用兵 恐怕最后还要你 亲自带兵平乱 我料到 我也有出兵的准备 不错 焦人族的头领 曾是秦苍的心腹 又布满这一任 黎靖义军的管制 不早日除去 始终是个祸患 而且还有一点 黎苑的母后 就出自这一族 幸好当年天军 听了东华帝军的话 扶黎靖上了位 如果让黎苑继位 恐怕今日会更麻烦 就算当年是黎苑上位 也不过如此 清仓那两个儿子 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 自然是比不上你 一出生就是储君 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放肆 放肆 焦人族这件事 需要得有好时机 最好是让长海水军 向天族请兵 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 四海是封地 都有各自的水军 如果我们贸然出兵 会让诸侯以为 我们想要收回封地 需要一个好理由 三叔所想 跟我不谋而合 那焦人族的事 就算说完了 我就帮你带了 这一日的潮湿 也就这么一桩大事 却如此心累 来来来 说点私话 是你的私事 什么事 你和清秋白浅的婚事啊 天君方才在大殿上 命大哥和众仙官 商议迎亲的礼仪 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 马虎不得 方才殿下的婚事 为何如此急着迎亲 我也不懂夫君 为何如此着急 恐怕是因为你二叔 出那档子事 怕再有变果 得罪清秋吧 你去哪儿啊 找私明信君为期货 表哥 怎么走得那么急呀 是因为肃锦要做天妃 去跟天君抢人了吧 这种话你也敢说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说莫冤上神和思音上仙的先体 是一道消失的 不错 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 疯了一样找他们 可始终没有结果 所以还有人猜测 思音和莫冤上神 已不是师徒之情 但又不想背负师徒的名分 于是借着异族大战炸死 与思音双宿双飞了 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 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 帝君他老人家 才编写了双双归隐这句话 让人写入了典籍 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照你所说 那欲清昆仑善 是思音上仙的法器 怎会流露人间 思音失踪的事 始终是天族的一个悬案 殿下若要深问 怕是谁都说不清 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 也说不清 或许思音当年大战时 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 是有可能 太子殿下说的那位 拥有此善的人 可有什么疑点 他只是个凡人 没什么特别的 你先下去吧 是 是 你都睡了七八天了 还不醒过来 这还没到冬天呢 你怎么就冬眠了呀 你醒来啊 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 你看这床被子 好看吗 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 太鲜艳了 我跟你说 虽然鲜艳了一些 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 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 也都是那么肃静的 偶尔换一下不好吗 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 可这穿衣品味道也不错 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端才艺 这些素衣才最好看 你的仇善 我不在时 可是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是九月 还不是特别冷 但是我听说 我 蛇之所以 你不要再拖了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在我面前宽衣解怠 成何体统 给了我这床被子 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 来 这样就不冷了 睡吧 那语情酷仑沙是个厉害的法器 你一个凡人竟然无法用 丢了也好 免得换帅保护照照太多 你一个凡人竟然无法用 丢了也好 免得换帅保护照照太多 只为你一人留恋 书间年月 只为花开那一年 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 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 三千繁华 只为你一人留恋 三千繁华